這個政府最愛的就是玩改名 玩Cosplay遊戲 我們來強化 那麼台灣各項的事件 或者是我們的飛機 能夠有更強的辨識性 英皇信徒看到China 就去去去去 自己中間藏著台灣圖樣 而因為中華航空沒有改名 China Air Line不能刪 只能往後變小 護照China去去去 總統大力宣傳新版護照 把台灣放大 ROC縮小 新的台灣護照 台灣大大的護照 護照去不了China 只好自衛說 中華民國四個字 仍然在護照上面看得到 這樣的改版主要是讓 國際的人士能夠更清楚 看到台灣 船艦去不了ROC 加大台灣馬送 在總統蔡英文的指示下 巡艦艇塗裝上 除了原有的ROC Coast Guard之外 還多了台灣的字樣 去了這麼多還是去不了China 正名修憲 向前走 國會跟黨會過去就是傻傻的分不清楚 國民黨是不是思考自己的黨會要改變 可是他嗆聲說你們如果有膽的話就去改國會 所以我相信這就是一個象徵的意義 綠區病毒寄生中華民國 吃香喝辣 撈好撈滿 這個修憲委員會成立了 要搞修憲工程了 好像沒有人主張台獨 柯建民總召 他說民進黨不會走極端 早就說嘛 總統明確表示 在他任期之內 要更改國號 他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我也不能夠騙別人 我做不到 我就是做不到 辣台妹護主權 放大台灣 也記得一起放大LP 海巡艦艇勇敢開網釣魚台 護台灣漁民 別只會用貼紙撐香港 用嘴巴護主權 小編我真的好想看到台獨啊